还一口我先夸下了 这一期就是你们想看的 如果看完之后发现不是 那你就当我吹牛逼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影色 今天又是一期唠嗑视频 而这一次我们依然请到了溜溜 哈喽 我老找溜溜陪我 但又不给她任何的好处 也不是要捧溜溜出当 我就是觉得自己唠太干嘛了 其实我俩大学的时候就一起录电台来着 贼我气 只有水也不出 给你们讲一个我刚听说的 就一种520商家套路 虽然520已经过十天了 我一朋友给我讲的 就也不能说是套路吧 就是很离谱 贼奇怪 就怎么说呢 这个故事可能一定程度上 加重了我的社恐 就是我那朋友 他们那块有家餐厅 平时也就是个普通的餐厅 不算特别便宜 就是还行呢 也不算贵 但是每到逢年过节 当然也不是指重阳元宵那种 那也不能说逢年了 每逢过节每逢过节 就像情人节啊 七夕啊 还有刚刚过去的520 一逢这种节日 他就开始搞事 就是一下又分出里外屋了 又要提前定位了 还整出低修来了 就是里屋给你长得 贼有氛围感 然后外屋就是普通啊 普普通通 然后就得 里屋是就得低修 多少多少才能进 那个价格 低修不是违法吗 我能不能在520当天 反手一个举报 低修违法吗 我也不知道 不是很多地方都搞低修吗 好像不认吧 但是不光是低修 就他那个菜品的价格 可能知道平时就翻了好几倍 当然就可能 也会有一些小改动吧 但是要光是这样 他倒也不值得拿出来一项 就是加钱嘛 当然还不止如此 他就是属于有点那种 搞了一个帮女生 试探男生实力的那种噱头 然后就靠这个赚钱 捞钱 所以说他 你就能听出来 他的目标客户 其实也不算是稳定的情侣了 就属于是有点针对那种 我今晚就要把你拿下的 那种那种暧昧期的男女 就是会展现给对方 就是能做礼物啊 那这个人就是有实力啊 只能做外屋 那你是不是就在掂量掂量 当然这也都是他的逻辑啊 不是我的观点啊 然后等你吃完付款的时候 要跟一把也就是 手机有个小生吗 就是说付款差多少多少钱 这样的吗 但这家店不一样 他是整了个音响 就哇操贼大声 就就就好像那个 今晚全场的消费 由赵公子买的 就这种 太浮夸了吧 贼浮夸 就是让你知道 你有没有实力 就绝对给你面 钱消费够了 给你面 整足 贼 其实我是盖不到的 我觉得如果说 我真的花了很多钱 他给我喊出来的话 我还甚至 我也觉得有些丢脸 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说他只是光喊了 他这个金额 这个场面还不够热闹 如果说他有旁边 有人在我旁边 就是吹他弹唱 甚至可能说 啪 就是放了一个那种 小纸的那种 小彩 小彩带 小鲤花那种 我觉得这个气氛还可以 哎 溜溜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就是他会挺难磨 听起来挺让人 享入非非的 但我估计他可能 就是气氛组吧 气氛组肯定是 也没有那么埋的 也没有那么污 说说回音响 那个事啊 我觉得他那音响 还是不够狠的 咋不就干脆那样 就比如这说 花钱花的少 那然后那服务员 就端着菜单 这气人桌的面前躲步 隔壁桌大哥花五千啊 隔壁桌大哥花五千 整个屋就你花少 整个屋就你花少 不再点点菜了吗 再不点我喊出来了啊 太强了 刚才我说这些 都是比较针对男生的吗 就你以为 只对针对男生吗 不 要不然我说 怎么会唤起我的射口 就是他针对女生 也很看人下菜碟 就是女生好看的 他给你请到礼物去 然后不好看的啊 你就坐外屋吧 当然人也不会 直接跟你说啊 就是非常委婉的 给你引到不同的座位上 我当时听说 我说这也太尴尬了 万一我自信满满去了 就被他安排在了外面 就发现光外面也不行了啊 只能坐在门口 台阶旁边 他给我打了个小石堆 后面再来客人 我还得辛苦 我跟他招招手说 哎 门口不准停车啊 如果外面有等位的 你可能还要把你的位置 让出 那个比你好看 太尴尬了 我当时我就还问呢 我说难道就没有那种 就是我不知道 这个餐厅是什么性质 我就刚好赶到 节日的这一天 我就去了 然后结果就发生 这么尴尬的事情 我说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吗 他说有啊 他说当时就还有那种 就是感觉是 那个中年夫妻 中年夫妻 想去庆祝一下 然后我说 那他们怎么办了 他说就做外物呗 反正人也不告你 你也不知道哪个事 就给你放那儿了 这种商家 好烦人啊 这就是你 但凡要听说了 或者知道一些内幕 就内心会避免不了的尴尬 对啊 而且就这种营业手段 内心不紧 颜值排位吗 之前不还流行过一段 什么网友相互 给颜值打分吗 我说这你还费什么劲 你就去这个餐厅 看他给你安哪儿 一目了然 委婉且客观 有外物还是门口的 对对对对 我就蹲十蹲上了 好吧 就就也是感觉是 很少见的一个商家 就是把无论是男性客户 还是女性客户 都物化到了极致 然后更搞笑的是 他的店名 但是我肯定不能说真名啊 就起个绰号 类似啊 就是那个叫精挑细选 多少站点丰富 也不知道他想挑什么 选什么 这啥意思 这让女生选男生啊 还是让男生选女生啊 还是让餐厅选客人呢 那看看今天来宰哪一个冤种呢 是我不懂了 也是我不懂了 但讲到这儿啊 我就突然想起 有一回我还遇到一个事 哇我之前跟你讲 就是我跟小吴去吃饭 平时我俩下馆呢 就是一般都是去什么 吃烤肉啊 烧烤啊 火锅都这种 然后那回我就说 哎呀一下馆就吃了三样吃腻了 那回我俩就去了一个港式茶餐厅 就是也是那种氛围型的餐厅 哎呦 摆盘摆的可精致了 但是我俩是真饿了 然后就每他 每当他端上一盘 我俩就像蝗虫过境一样 当场吃过 而且那个港餐 不是还偏甜口吗 一般我还行 小吴就稍显吃不惯 他不太吃甜口 他那时候我还不太知道 然后他就跟服务员说 你给我拿几碗蒜呗 然后服务员听到这个说法后 就非常惊讶 他就不敢相信的问 什么 然后小吴就又说了一遍 你给我拿几块蒜 几碗蒜呗 然后那个服务员就笑了 哦他笑得非常明显 然后一边往后处走 就从我们那个位置 一边往后处走 一边喊 说他说他要几碗蒜 就那个脸上带着几分好笑 几分不可思议 这怎么了 在港餐厅 管你要几半蒜特土是吧 投回贱 投回贱 你在东北开的港餐厅 要几半蒜 也不至于那么稀奇吧 反正最后他还是给小姑 拿了蒜 就拿了一小钢 扒好的 总的来说就还行 也还行 他当时那个笑容确实是 太发自内心了 就真的感觉 他是真的觉得挺好笑 反正后来我就感觉说 要不以后餐厅门口 就挂上类别吧 你是氛围还是干饭 就标一下 我也分析一下 我的内心诉求是什么 对吧 就是要不万一走错了 我想干个饭 你给我哥门口干哪里了 然后或者要了半蒜 再让周围人都知道了 就挺尴尬的 彼此惊飙细选一下 好了 那么今天的吐槽就到这里 关注我这种算 See you